Hello 大家好 我是Samantha 今集想和大家拍一輯News Vlog 今天我們是Labor Day 事源我剛才老公跟我說 Labor Day你幫我檢查一下 Philadelphia是否可以免費任拍的時間 我剛才就檢查了 原來Labor Day是可以任拍的 但是否真的呢 我們就要去Channatown去買菜 待會再和大家去看看 Roy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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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找了這麼久的車位 終於找到了 人到瘋了 在China Town 找位泊車的確不容易 還要找不用付錢的位置 但今天我們做過實驗 今天是Labor Day 試一下不付錢 泊車會不會罰錢 好 我們事不宜遲 出去吧 我們剛才用了這部機 這部機是入咪錶的 用多少錢 拍多少錢又拍多久 剛才我老公按鈕 怎樣按鈕呢 試一下再按多次 我們就停泊在這部機場 我不知道有沒有反過 這裡寫了 Free Parking in Observation in Observance of City Holidays 那就證實了 今天是免費泊車 太好了 然後再按多次 轉到天一堂 墊在那裡 現在已經堅持一機 但是不容易 我們不要拍的 哇 時間過得很快 眨眼就已經到5點了 我們2點多鐘就到了Chinatown 今天這日子都很受惠 我們這個家 為什麼呢 平時我們來Chinatown買菜都要特意找一個位置2-3小時 我們是不需要付錢的 有些是要付錢的 但多數我們找些位置是不需要付錢的 我們剛才除了走Chinatown買菜之外 我們也順便看看月餅 也看看其他東西 這樣轉轉轉轉就走了3小時 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平時要走Chinatown 或者去其他City那邊 要找位置拍都不容易 我都跟大家說 除了這日子是自由停泊之外 還有幾個節日都可以自由停泊 不一定是Chinatown才可以免費自由停泊 你可以選擇其他地方 但是Chinatown 怎麼說呢 因為平時如果你買菜 或者去逛街 或者你喜歡吃粵菜 中國菜 台灣菜那些 全部都是集中在那裏 再加上我們今年又沒有特別在Labor Day出國 或者去其他地方玩 所以我們就選擇去Chinatown買菜 剛好老公終於有一天放假 因為最近她又經常在OT 其實我看回官方網站 除了Labor Day有得自由停泊之外 你也可以選擇其他的公眾日子 也可以去自由停泊的 例如美國很重大的節日就是7月4日 又或者是每年的1月1日 又或者是Easter Day 即那一天的公眾假期 又或者是Christmas Day 或者是Friendsgiving 當然還有其他節日的 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詳細上這個網站看 這個日子不是每年都是的 因為它只是2021年至2023年 到2023年打後 會不會美國政府再改 即是州政府會不會再改 就真的不知道的 要再去檢查一下 如果大家有興趣來到費城的話 不妨都去到處看看 因為我們剛才兩夫妻都到處去看了 一些我們一直以來都沒有去看過 或者去走過的地方 我們都真的蠻好的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資訊的話 大家就記得Like我這段頻道 Share給你的朋友 甚至乎你還未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